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比较有意思的比赛吧 那傅子庙和对面润土团队打起来了 这大家也都知道 这傅子庙在武神坛的时候也是带着润土他们 就带着这个林波城打的武神坛 这见会相遇了 这刚刚打完武神坛就相遇了 也是恭喜傅子庙拿到了一个亚军吧 这个月也是收获满满 拿了一个冠军拿了一个亚军 这成绩还要啥呀 已经可以了啊 对张方起名战位福祉庙 为什么我会有个害群之马呀 咱们看一下啊 这两个团队打起来以后 哪个团队更强一些啊 那观众方选择上的是一个大刚神明的女儿国庙 看了一把鸟阵 那对面选择上的是一个双林波 一石头化身加地府的组合 那润土本来本质啊 就是玩这个三无礼的 打服战属于业余爱好 业余爱好 但打服战的时候 他带的是一个漫天套啊 带的是漫天套 这种三宫队 他用的是一个碎星爵 装备肯定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 当然武神坛是可以套装备了 因为在武神坛宝宝以及装备 他是没有时间锁的啊 你在本服务器有时间锁 去了武神坛专区以后 所有的装备宝宝 时间锁全部消失啊 是可以来回交易装备啊 来回交易宝宝的 那破血狂攻五千 九千 好像还是疼啊 那观众朋友选择了先发之人 那这也是防守这种三宫队 最好的防守 进攻嘛 就最好的防守 开场第二回合 就把对面师佛先给压到在地了 战位不怎么样 效力藏刀 但是进土他们团队本身 人家硬件都不差 野兽之力 如果一个服务器啊 这种比较强的团队啊 都处的比较友好的话 我感觉对于整个服务器啊 尤其是打武神坛来说 是极其的有利的 可能临时缺个宝宝啦 缺点装备啥的 大家都能来回的调整 绝对有利于武神坛的一个发挥 那对面 林波直接真君显灵 第三回合早早就真君显灵了 一点多磨叽 咱们看一下这首真君显灵能不能切进来啊 轻轻宝宝呢 观众宝左手还得再点呀 可不是点死游石桶就没事了啊 还得接着来 对面直接开无间 回忆林波硬扛 看看另外一个林波是 这个女林波是个什么玩意啊 这个女林波 太群之马啊 太群之马的话是天神怒斩金脉 这个是真君显灵 打到浮战 他们会点那个天眼神通的金脉 就不同的战场啊 使用的金脉也不一样 因为天眼神通的金脉 更讲究的是一个可持续性发展 就像真君也好 天神怒斩也好 讲究的就是一个快节奏 讲究的就是一个快节奏 那这一波捅过来 效果其实还还行啊 还行 那实在不行 观众会该点防御 也可以点一点防御嘛 这 防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 对这方地鼠出现自动 再来一把金青 2500 真君显灵 润土那边有了超级战役 5400 5600 5600 你暴击呢 神又 11000 哎 暴击来了 化生寺差点被 哎 化生寺差点被捅死啊 这波还有一个师徒呢 163 救命 从武神坛来看啊 就是 夫子庙的女儿村 带的也是163 咱武神坛那几天比赛 看下来 女儿村也带163了啊 那这一波 队长方的 凌波触发轻蚀以后 有一把天崩地裂 可以来点一手了 只不过观众方女儿村 经济以后 你可能小死亡 不太挂得中啊 切个发房 水清 爆一下 小死亡 没挂中啊 观众方经济过的 由于对面开的是天阵 他将速度再加上 观众方这边是鸟阵 加速度啊 这么一来一回 也是让观众方这边 拿到的一道四 最慢的神木林 都是全场的起锁啊 所以在速度方面 夫子庙这边 是完全碾压对面 啊 纯纯的速度上的碾压 女儿这边 再偷一个酒 哎 再偷一个酒 下回合还能精进 那观众方小死亡 再反点 对战方的尸陀 脱血 防弓 一万一 三千七 强行卡大金 但是还是有机会 把他弄死啊 哎 大死亡 把虚血拍掉 把神死又 回下两千六的伤 看一手神木林 能不能抽死啊 风卷 残云 神木林 速度也快的啊 先出手 三千三 尸陀 要报仇了 你要瞄死我 幸亏 163救命啊 回手 就给观众方吃一把联关机 有163 还会有一个伤害加成的 好像要锤死了呀 这 也是打出163 再来一把烈石 武器神药 再来一把烈石 163 观众方神木 还没死啊 前排宝宝又缺乏一些进攻性 对面又没速度 好像点不死了呀 女儿偷酒 再来一个金轻 完美 对面没速度 补刀补不了啊 女儿正好上回合金轻 这回合 上回合偷酒了 这回合一把金轻 又缓和下来了啊 整体来看的话啊 前八回合 对面的进攻 对观众方是零效果 打出来是个零效果 根本就 观众方现在 不管是人物单位 和前排的宝宝 都生存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而对面 真军显烈也用过了 然后石驼呢 已经被二次点杀了 已经被点倒两次了 反而对两方更难受了 更难受 但是呢 咱们该说但是了啊 但是呢 润土团队 也是属于那种 怎么说 韧性比较强的三无礼吧 就不是那种属于那种 一波流啊 打完我就没了啊 就不行了的那种啊 也是有很强的韧性 就是他跟一些 豪门在打PK的时候 也是可以跟豪门 耗到一个二三十回合 没问题 你让他打七八十回合 不现实啊 五六十回合也不现实啊 但打一个二三十回合 就像润土呀 白头山少主呀 还是咱们那天 那几天看的那个 紫魔团队啊 默契少年穷 都是有这种实力的 打个二三十回合 没问题 所以还得往后看 观战红这边 还是应该把节奏再提起来 每一次点倒这个尸陀以后 观战红就没下文了 就进入了一个休息状态啊 就开始亲宝宝了 对面明摆着 就是让你亲宝宝啊 出的一排比较耐抗的宝宝 就来 就是来让你亲的啊 这你 那亲得掉的 都是给他三点的战役 还是应该继续点 再点他个灵波啦 什么的 哎 对 就该这么来 再点他一手 让自己啊 这么一个局势 更稳定一些 光一个石头里 不足也 让自己高枕无忧 再来一把 琴三蝶 前排宝宝 跟一跟 再把这个 灵波尘拿下 哎 不用宝宝了 直接琴三蝶 就给带走了 现在对面是双十蝶啊 就剩下 润土一个了 啊 这里一个 能把观战红怎么着啊 大逃还触发青史啊 反手就可以去 拿捏对面的化身 或者是地府啊 嗯 一个灵波不用怕的 射魂 拿捏化身四 狠扫千决 出甲 再出甲 再出甲 出了三次甲 但是依旧被打成残血 琴三蝶刚才用过了 无魂 金青啊 又加了一口 琴三蝶 还有 分头还够 又来一把 琴一三蝶 163救命 因为化身 随意倒地 旁边那个暴力城啊 和害军之马啊 这两个也就站不起来 本来可以提前两回合 站起来了 现在不行了 但有一个问题啊 对 就是这个问题啊 对面又马上 把暴力城的 这个小嗓子洗走了 那关张方这边有速度呀 啊 关张方有速度呀 砸钱 把化身四给砸掉了 还 还 稍带手的 带上了个大死亡 你知 还带上了一个小死亡啊 吸走了一个小死亡 对面 这波血亏啊 五回合的小死亡 给送上来 这就是速度的优势 哎 对面也拍中一个大死亡 小死亡挂不中了 润土再一次 开启了真菌显灵 当然这次 哎 中过了 这次真菌显灵的话 就一点 哎 三点战役 开的真菌显灵 三点战役 开的真菌显灵 一万四 直接捅死大唐 刚刚中的 现成的 香香的大死亡 一万七 七千七 怎么跟刚才不一样了 啊 这润土怎么跟刚才不一样了 这队友几天 法力无边啊 队友都死了 润土 要发威了 那观众和女儿 也出现了一个自动啊 对面刚才地图出现了自动 观众和女儿 又出现了一个自动 算是还回去了 对面 师傅也站起来 不过现在对那方 没化身死 现在这个润土 有点 昨天打 那个前天打 这个不战的 那个威力了 一万多的 开始捅了 师傅又起飞了 倒地倒了两次 再一次 飞了起来 对面真菌显灵 还有一个回合 浸泡怒 一万 再把神木捅死 这回有小死亡 八千就再把女儿 给你捅死了 一万二 叫你看不起我 一万三 刚才谁说的 一个灵波 掀不起多大的浪来 把那个人拉出来 刚才谁说的 对面就是一个灵波了 不用太多的担心 那活是谁 拎出来 赶紧给我拎出来 不说八道 这一个灵波 也吓人了 那队长王灵波 又触发一把青蛇 小死亡没挂中 这化身死都瑟瑟发抖 你想想 捅化身死捅一万多 四千五 两千四出甲 最后一下 六千二 直接给捅惨了 看不起一个灵波尘 你们知不知道 对面是 打过半决赛的 灵波尘 是不是我这个嘴脸 是不是有点贪了个啥 太恶心 那正在此时 对两方三个物理系 都火过来了 另外两个尸体单位 也站起来了 而灵波尘现在 就剩下个化身死了 这个局势转瞬即逝啊 这个 这个转变的有点太快了吧 润土啊 在 在 傅子庙内战的时候 依然是表现最亮眼的那一过啊 试镜子放在哪都发光 闪闪发光 耀眼 当然 观众峰这边有疑速呀 化身死 再一次射身去 观众峰有疑速呀 女儿有疑速 站起来 扣个酒 一把瓷壕 对吧 转变局势 反杀对面 再来一把 局势的扭转 这样这个 这个视频就更加的精彩了 化前六 继续杀化身 感觉这化身死在对面 灵波尘面前就跟纸做的一样啊 两个原因吧 第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啊 基本他们这些豪门都会带 法方灵士 其次 他们现在带163 带163的话 以前带剑步如飞的啊 以前是带剑步如飞 现在都带163 那剑步如飞 他属于属性类的 说白了就加敏捷嘛 其实是加速度啊 但是咱们说的直白点 直白点就加敏捷了 相当于是 但不是加敏捷啊 不然有人跟我开杠 那种加属性的话 你在敏捷点上分配的点数就会少一些 就会把这些点数加到耐力或者是体质上 化身死的抗性也会高的 但是现在带163了啊 163属于神又类的 它不属于属性类的 那你这样的话 没有了剑步如飞 你的速度就很成问题 知道吧 你的速度 你就得分出更多的属性点 加到敏捷点上边 那你 那你的防御以及气血 一定会受到影响 一个法防灵士啊 一个163 让化身死现在抗性 真的是大不如前 但是他多了 生存的机会 有了163 多了一些那种 生存上的机会 就是概率学上的生存学机会 队长风选择了人拉人 先把队长风的夜罗刹处理掉 那啥时候辞好啊 夜罗刹没了 差不多了吧 出点隐身宝宝 反手再把对面石头废了 差不多 再出个洋库 也不用出洋库 有化身死在啊 这个时候队长风又出个夜罗刹 就这么一个一个又出 不想给观察风辞好那机会 死心吸走 要化身死 你要不要再来一把舍身取义 起个纸儿 拉起神木 观察风这边冰川诺 先把夜罗刹清掉 但是夜罗刹神用了 这像辞好这么费劲 也不容易的 可是你这么耗下去 我怕 我怕观察风前排的隐身宝 我扛不住啊 断月石 再 欺负化身死 这化身死又得舍了啊 而且舍身取义 就像康西蒙 再舍一会儿 真把自己就舍成一张纸了 再拉起大刀 哎 又来一把舍身取义 再神用 兔曼天 哎 你还能再神用 哎 没神用了 这样又把一个夜罗刹处理掉 那造 这么个算法的话 对然后应该还有两个夜罗刹的啊 应该五号位和六号 哎 五号位和四号位 应该还有两个夜罗刹 对吧 一人一个嘛 战敌 加上还要拿捏化身 肯定冲着化身死来了 先浪勇 再击杀神墨 怎么打着打着 观战坑就输了 其实就是那一波啊 就对面润土第二次真军显灵的时候 观战坑有点 大意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可能一个零波了 观战坑无所谓了 你就一个零波证 我怕啥呀 没想到这个零波 你不知道这个零波有多疼啊 对吧 这个零波威力有多强 我不记观战坑心知肚明啊 你可是带着他打过五神坛呢 对吧 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吗 那这样观战坑化身死 最终还是被拿捏下来 化身死身上十八回合的大死亡啊 十八回合的大死亡啊 这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哪怕慈航救起来啊 哪怕慈航救起来 但是你已经没有化身死了 观战坑洋护也出过几个了 你没有化身死 女儿的上限肯定是回不上去了 对面一把小僧再把女儿村点倒了 其他那三个没有化身死的保驾护航 根本就不堪一击啊 在对面这个三五里面前 根本就扛不住几个回合 打到现在啊 对那方基本上是锁定胜局了 女儿化身 双双倒地 剩下三个 就是案板上的肉 对面 左切切 又舵舵的啊 差不多也就拿捏下来了 最终啊 润土弹队啊 还是成功拿下了他的友军啊 小死亡 还要最后反点一个 不是观战坑是不是有私心啊 对吧 我感觉观战坑有私心 为什么只点那两个输出 不点润土 五千六比赛结束了啊 这回真结束 哎呦 开场观战坑打得真好 前十三回合吧 就完全是观战坑的优势 完完全全是观战坑的优势 就观战坑崩盘的那一回合 对面你要知道是 尸陀灵波倒地 化身是倒地 对面是有三个尸体的 有小死亡的三个尸体 化身 灵波 加尸陀 对面就剩下个地府和润土了 然后观战坑就崩盘了 然后就崩盘了 这就离谱了 这就 比赛结束 拜拜